歡迎收看 感謝大家收看我們的愛上9點半 厲害了 小弟是吳宗憲 旁邊這位辣妹 我相信不用介紹 大家也都知道是 大家好 我是劉真 厲害… 那麼這是一個嶄新的節目 愛上九點半 我們也希望這個節目 能夠提供給觀眾朋友 一個這個九點半時間 更好的一個收視的選擇 現在這種Talking性的節目特別多 我們怎麼樣做出跟人家不一樣 不是我考你 告訴大家 我們跟大家的三大不一樣 來 第一大 不知道 不知道他就是一大 有沒有 不知隨便都想得到 三大不一樣 有沒有 節目名稱不一樣 那麼中視也不是別台 這又不一樣 就這三大不一樣 等於是有講跟沒講就是差不多 但是我們兩個是第一次合作 以前好像都是上節目 大家互相聊聊天 對 常上憲哥的節目 對啊 我從來沒有主持節目 會緊張 但是今天有一點 這會不會就是 我們兩個 我們兩個 我們兩個湊在一起是很恐怖的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有很多的這個 來自於四面八方的這個 所謂的緋聞 但是依舊能夠健在的人 還是真的不少 我們兩個在這邊 我希望觀眾朋友看到不一樣的 九點半檔的一個節目 今天來到我們現場這兩位朋友 由你來好好介紹一下 好 那我們歡迎我們今天 愛上九點半的特別來賓 舒服 蔡頭老師以及羅佩穎小姐 歡迎他們兩位 妳看巨星出場就是不一樣 漂亮 高難度 兩位… 來 兩位請坐 兩位 坐… 兩位 兩位 靠窗有CN嗎 CN… 先來一杯什麼Cappuccino好不好 來一杯 你也會吐重嘴 來一杯什麼Cappuccino是不是 Cappuccino 咖啡一杯 那個冬瓜茶一杯 我是冬瓜茶的嘛 我們依照 我們依照你體型來設計飲料 不過跟兩位前輩介紹一下 這位這個算是晚生後輩 難得拿到這個主持棒 我知道你翹飛哥的牆角翹來了 剛好她有這個時間就互相配合 來 跟兩位前輩介紹自己 蔡頭老師好 羅姐好 我叫美蓁 妳怎麼沒禮貌 妳都叫人家羅姐 我都要叫羅美眉 妳怎麼可以叫人羅姐 上次有人叫她羅姐了 現在草已經長這麼長了 叫她去… 好不清楚是不是 我是東區羅姐 東區羅姐 對…有政府立案的 東區羅姐那是 那個算是有立案 因為方便管理這種大哥大姐 不是 我的姊妹真的很多 在東區 包括有健身房 還有那條巷子 那一群姊妹全部歸我管 她走在東區那真的叫嚇死人 妳知道嗎 妳好 妳好… 感覺跟里長沒什麼聊天 差不多 真的 我只是每一攤小吃飯都比較便宜 我是忘法 比較慫啦 在廣州街那一帶都是我管 那也是姊妹型的耶 妳是管理綠燈布的 今天兩位來咱們要好好聊一下 好不好 可以讓我們 你們也坐嘛… 那麼今天我想這兩位 超級的話題人物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我們一見面就來個特別的 什麼叫特別的 連彩排都沒有 觀眾朋友一定覺得奇怪 為什麼 突然間就來了這麼一下 這兩個人叫做是城門樓對上火車頭 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個人 怎麼會不相及 我們兩個好得不得了 我們兩個很像啊 對不對 影藝界還有一個 迪英跟楊懷明是成好的 我跟菜頭就跟迪英 不是 我所謂風馬牛不相及 是指你們兩位的外貌 那倒是完全不像 一下子讓我們從天堂 到了地獄的感覺 憲哥 妳就講錯了 我這個臉大家都知道整形過 我是拿羅妹妹的照片 真的 她有這種事情 真的 真的不想活了 你告訴我到底是哪位醫生做的 想在那位醫生講的 太可愛的兩個人 所以我們這個朋友還是老朋友好 情人還是老的好 對 可是我們沒有談過戀愛 很無聊 沒有 這好 老朋友這樣多好 對啊 我們兩個站在一起 不用脫光衣服就開始笑了 我跟妳講 當朋友是一輩子的 當情人是一次的 對 經常在激情過後對著女方說 雖然我不能給妳幸福 但是我能給妳舒服 這個真的是很多事 像妳們兩個真的 已經認識多久的時間了 認識很久了耶 有 哪有30年 我幾歲而已 20年也有 確實20年 20年 她一出道我就認識 羅美是19歲就出道嘛 這個年齡是不可考 不可考 出道年齡嘛 但是我出道幾年 16歲出道 無所謂… 當時出道的時候 她是賣淨水器 對 綠水氣美女 對 為什麼當時有這個 沒有啊 就是剛剛學校畢業了以後 然後就大學也沒考上 因為地理是考鴨蛋 因為考地理 我覺得記得是最後一堂課 我就看外面下很大油 就跟我講 媽 外面下很大油 媽說對啊 我說我去這樣子 可能會感冒 會死掉 我媽說那怎麼辦 我說那就不要去考好不好 我媽說好啊… 真的嗎 對啊 地理數學英文 認識一下令塔 我媽 我告訴妳 下冰砲她都要我去考 真的 所以這是媽媽不一樣 媽媽大概知道我考不上吧 因為數學鴨蛋 英文也鴨蛋 英文不是很好嗎 對 英文好的要命 英文好的要命不見得考得好 互補的這個狀態 很會考試的人 你叫她現在跟我來英文對話的話 可能不見得對得過我 真的 所以這就是填鴨子教育的 這個失敗的地方 我們來個簡單談好不好 OK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羅梅我知道 她都喜歡什麼你知道 ABC 對 我想要問羅姐這個問題 妳很喜歡那種ABC嗎 就是從國外回來那個 一定要感覺喝過楊墨水 會講一點這個 可是我知道現在很多ABC在POP 她們就會很愛把妹 而且她明明不是ABC 她也愛裝成ABC 就是因為很多女生很喜歡ABC 她不只是這樣 她生活中像我們都看韓劇 對 她都看洋劇 因為她有這個 我看什麼劇 洋劇 洋店啊 嚇我一跳 對啊…所以 對 所以她一定要會懂一點ABC 講一點英文她就很有感覺 不是 其實我自己個人的生活 因為我家庭的關係 所以我從小就是很洋派的一個人 那基本上根本就是一個假洋鬼子 我自己承認 來…我們就來個 簡單的談談 好 很高興認識妳 漂亮 嗨 很高興認識妳 妳是個漂亮的女生 什麼可以說我 請我幫妳幫助妳 直到晚上 我拜託 請你再說一次 謝謝 妳知道…我們是世界 兩句就衝了 對啊 像這種的有機會邀妳嗎 我不認為 妳不認為嗎 不認為嗎 不認為嗎 不認為 來吧 給我機會 不 給我一會 厲害… 所以這個講得還不錯 妳為什麼對台灣的男人印象不好 我不會對台灣的男人印象不好 我對台灣的男人印象非常好 感情上面我肯定 我走到世界各地 我手交的都是還是台灣人 只是… 我還是很愛用國貨的 但是我們知道就是說在感情上面 對 其實人家說紅顏多活命 你相信連菜頭也有一夜情嗎 妳 有沒有過 One Night Stand 沒有 想自我的一個夢想 羅美 我這個不是問 我是問菜頭 我真的 不會撞我 妳有沒有過One Night Stand 有 有 應該有 我可以證明 而且那一次One Night Stand 為什麼 因為他約了那個馬子 那個馬子死都沒來 後來他真的站了一個晚上 你知道就是說在感情上面 對 其實人家說紅顏多薄命 沒有… 他自己的角度 我看破 因為我覺得你看 老天爺給我智慧 給我美貌 然後呢 身材數十年如一日 靠藥物了 這個 靠藥物 當然需要作弊的嘛 當然需要作弊的嘛 有錢很多東西可以搞得好的 對不對 可是能搞得這麼好幾十年 數十年如一日 如魚字述法以來 必生致力於美容 改造自己 什麼都可以 就是不能不美 數十年以來 從不懈怠 樹葉匪蟹 有沒有 厲害 她還整篇背作弊 可是我覺得 當一個現在的女性 這樣是非常好的 一定要 是怎麼說… 女人一定要愛自己 對 因為相當那麼美 有什麼用 交過的男朋友都被騙 但就是 所以我才改名字 人才兩師 所以我才改名字 改成羅佩穎以後 就不一樣了嘛 對不對 想騙我就比較難一點了 不改名字是這樣子 我能不能了解一個稍微 稍微有一點深入 讓妳不告訴我們也OK的 目前的感情世界觀是怎麼樣 我是覺得女人一定要找愛 找到愛 可是問題對我來講說 結婚對我來講 已經不是一個很重要的目標 因為我發現 這麼多年的經驗以來 愛是會用完的 妳相信Foster's愛嗎 就是所謂的一見中情 妳相信 我相信 好 各位 各位 妳 有沒有過 One Night Stand 沒有 這句話 好無聊 我跟你講One Night Stand One Night Stand 對我來講是我的一個夢想 羅美 我這個不是問妳 我是問菜頭來的 我就是她 我可以轉過來 你有沒有過One Night Stand 有 應該有 我可以證明 而且那一次One Night Stand 為什麼 因為她約了那個馬子 那個馬子死都沒來 後來她真的站了一個晚上 到了早上七點之後 硬拉著我去喝永和豆漿 不是啦 妳感情會轉到我這邊 就太不像了 沒有啦 羅美… 我真的很希望 我真的很希望有 但是對我來講 因為我很小就出名了 就像鍾倩妳 你有多少女人 大概我們大家都知道 因為報紙都生了 對… 我是這麼怕人嚇出來了 這個沒有 我跟家裡人講 妹妹 爸爸是好人喔 你怎麼會這樣 搞得我快真的是 分崩離析了 因為做公眾人物 所以你很多東西 都會曝光在這個大自然裡面 對不對 在太陽下面 所以我們做人就很謹慎 很小心 因此交過的男朋友 真的是屈指可數 真的是很無聊的一件事情 反而是 羅姐 如果說妳不是藝人 不是公眾人物 妳可以接受一夜夜嗎 不能 因為我上身星座是處女 然後本身我自己又是獅子座 我的金星也在獅子 如果這一段戀情 是對我來講沒有把握的話 或者是萬一她會卸出 卸肉出去給別人看的話 妳說上半身是什麼 處女 上半身處女 下身呢 下身也是處女 妳以為我們這節目是星座豪門 你跟我們講這個 兩個通通對星座不了的 你很高興 很挑的人你知道嗎 其實我跟你講我滿了解羅美的 她的感情我跟妳講 第一 她以前很多人追 像什麼豪門什麼 她第一個 絕不加入豪門 因為規矩太多了 對… 懷孕之後竟然要人家驗DNA 我覺得這個真的很無聊 好香耶 真的誰想出這種東西 我真的想跟她講說你去死吧你 不是 妳青森的又怎麼樣嘛 關妳的事啊 喂 什麼 你說什麼 說什麼 不 好 我剛剛有說什麼嗎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那一段影片的Vischa 來 你跟她講說你去死吧你 不是 妳青森的又怎麼樣嘛 為你泰式啊 好… 我這樣講就不對了 第一個 她不加入豪門 歸取太多 第二個 不是 其實賈靜雯的婆婆 我們間接上有 就是我們是認識的 妳好 妳好變喔 一下子就直接下去 對 我們是認識的 妳得罪合力臨真國城之後 又一賈靜雯 沒有…她婆婆我是認識的 她婆婆是一個非常好 非常Nice的人 這從報紙上說 她們是豪門了以後 她婆婆竟然有一天就這樣 跟她的朋友講說 我真的不明白 為什麼有一天睡覺起來 我就變成豪門了 你懂我意思嗎 其實這些東西 有的時候是媒體 故意框上去的一個框子 媒體在幫我們做人 對 幫我們做人 但是媒體有的時候 也幫我們框人有沒有 妳說 比如說我們跟個漂亮女生 我們在車子上聊天 講個一個小時或幹嘛 這算什麼呢 車陣啊 就算親吻又怎樣 我們哪有做什麼呢 親吻又怎麼樣 擁抱又怎麼樣 一個是民主神 一個是國標舞的天后 坐在一起那有什麼關係呢 當然沒有什麼關係 這不是引人瑕疵而已嗎 而且我跟你講 留整眼睛也是 你怎麼把我 你當我蛋糕啊 留整那個眼睛也是大大的 水汪汪的 也是要笨到死為止的一個女孩子 你感情 你感情一定也是很糟糕的一個女孩子 第一集乾脆你訪問我們兩個 對 我也覺得 我是讓婉優真漂亮的像喜寒兒 你不是這樣 真的假的 你真的假的 我們是有付錢的喔 你… 來我們節目裡面睡覺 我們訪問你們 我們就來 不要說實在的 現在台灣的風 因為她表情都很可愛就這樣子 絕對沒有侮辱喜寒 以前我出道的時候 張小燕訪問我的時候 就是羅賓 羅賓倫 小燕姐妳好 後來我在要進入主持節目 這個時候人家跟我講說 你那麼大的聲音來主持節目 你是不可能有人來看你的 所以我一直故意的 把我的聲音練得低 壓低 然後有時候故意一直把它唱歌 去把它叫破掉 回家母啦 讓她這個聲音廣闊 因為現在是很流行 譬如說林基玲的這種聲音 現在又來了一個 劉真也是跟林基玲一模一樣的 對不對 現在大家覺得這種聲音 可以聽得很放鬆 以前的話 你簡直是個妖女 你怎麼能夠來主持節目 你回家去 這是真心話 這是真心話 所以時代改變了 說歸說 這個蔡頭老師還講人家什麼… 漂亮的喜憾 她除了主持節目以外 她還有在別地方做別的事 有她的成就 什麼事 在烘焙場 烘焙場也做麵包啦 上次那個 甚至上次那個陳志忠結婚的時候 那個高餅就是你們做的嘛 對不對 其實大家都知道 國標舞真的特別 很棒 沒有 而且蔡頭老師 我們在別的節目 現在誇獎妳補救還來得及嗎 不是 我意思是說她很可愛 以前我們覺得 在我們那個年代她要跳國標舞 我們就覺得很慫土到死為止 可是我覺得現在 有小S還有劉貞 來代表這種國標舞的感覺 我告訴妳 實在的非常的好 而且你知道 真的 真的會跳國標舞的人 很棒 我告訴妳 那個絕對是一個減肥 非常好的方法 你知道嗎 我看她每一次光那個手 要浮上來那個 那個…這個轉的時候 就轉好幾遍才這樣子 一定要這個樣子 很漂亮 那我是不會啦 羅美… 很像喔 妳怎麼突然間那麼開朗 我們現在在聊妳的感情世界 應該是一片坎坷才對 是嗎 製作單位賦予我一個任務 就是說第一集如果羅美妹 在我們節目裡面掉下眼淚的話 收視率沒有衝破15 那才叫有鬼 真的嗎 但是這個就是製作單位 對羅美妹不夠了解 為什麼你知道嗎 她是一個怎麼樣都可以 人前我死都不會掉眼淚 但是人後她是多脆弱的一個女人 她竟然可以看著夜景 就一個人看著夜景 當天也沒有喝酒 也沒有幹嘛 也沒有被拋棄 什麼都沒有 看著夜景 她就 什麼山然而淚下 那個叫做豪淘大徒 豪淘大徒 當事人我們請來講一下… 沒有啊 就是去賭場 其實去拉斯菲克斯 大家來講是很開心的一件事情 但是對很多賭客來講 其實壓力是很大的 因為過年的時候 帶了家裡人一起去 也都是很開心的 贏錢也就算了 輸錢那個頭真的很痛 對不對 尤其當你愛一個人的時候 你覺得他為你犧牲了 某一些東西的話 如果可以在這個氣氛 把它圓融起來 讓大家都很開心的話 花一點錢又什麼關係 可是問題是就是 我覺得真的要量力而為 雖然我不是沒有這個能力 可是問題對我來講 賭掉輸掉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當然 可是問題是你不賭就不能打球 你也知道 Shadow Creek是很難進去的一個球場 真的 他每一個Caddy 幫你背球桿的 他可能都是Pro 都是Pro 都是在去參加那個什麼… 為了要打球享受這些設施 所以他去賭了 後來賭 可能賭出了問題 10次車禍9次塊 有沒有 對 但是其實 其實我是滿幸運的 我們在一起六年 就去了六次Vegas過年 所以你賭根本不是為了你自己嗎 不是我 為了我自己 不是為了我那一口人 對 就是為了他去了六次 然後六年裡面 所有兩家的家庭都非常的高興 都很期待 這個過年這一刻去這邊 因為大家每個人都可以吃不要錢的 玩不要不要錢的 賭本我也都會給大家 輸的話可以來跟我報仗 我覺得 我對我的家庭應該是這樣 可以直接告訴我們後面的故事嗎 後來就是在最後一次的時候 輸得比較慘 我就再也決定了 我再也不跟劉駕昌同桌了 你跟他這個人生命裡面 充滿了傳奇 但是你看他到 他情感的轉折點的時候 他故意把他轉開 對 為什麼 那麼開心的環境裡面 看著夜景 但是他卻哭了 是不是就是我常講那句話 誰說人多就不寂寞了 人海茫茫之中 難道沒有一個是我的真命天子嗎 當時是不是有這種感覺 對啊… 那個男的已經 我就覺得說為什麼這些工作 其實看起來好像都是應該 跟男人做的工作 為什麼是我一個這麼瘦的女人 來扛這麼重的帶子 已經扛了兩個家庭 要把他們搞到好好的 對 還包括他的朋友 因為你打球不能一個人打 起碼四個人一組 最差也要三個人一起打 所以我還要叫酒咖 他自己去酒咖 然後來說 沒關係 我女朋友可以搞定 就每個人都 他這個危害付出太多了 我覺得這樣問不禮貌 但是沒有辦法 因為觀眾朋友其實 你已經進入到大家的生命裡面 在生活當中 真的…我也覺得 你出了什麼問題嗎 所以跟他分開了嗎 不然這個 這個婚禮三四千萬的現金 還要女方先拿出來 是因為這樣然後才切掉 我說前面還有他要投資一些東西 什麼的 但一百多萬美金 他說你可不可以先拿出來 你先拿出來 為什麼 對 不… 那個男的說才一百多萬 你先拿出來這樣 我們明天開始交往好不好 對啊 憲哥你都沒有遇到 你出一半就好了 我是凱子 他爹 你看過現代舞之 青蛇之四人連跳舞嗎 這是男的還是蚯蚓啊 這是什麼啦 海套 爬下去 喂 要主動 我只能坐著 因為身體有變化 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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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青蛇 可是爬蟲類 好棒喔 有沒有看到 你看 他有勝命了 你打拳啦 你出了什麼問題嗎 所以跟他分開了嗎 出了什麼問題就是後來他 就說要結婚嘛 結婚的話呢 我說總要你有一棟房子吧 不會說全世界各地的房子都是 我說他有…有一棟房子 是我爸爸媽媽買給我的 那就那一棟 我說那個東西你要還給人家啦 我們說我們還是要自己的房子 你自己在那邊蓋房子 我們當然是要買自己的房子 總共算一算大概是 那時候其實還很便宜 100萬美金而已 3000多萬 對 但是加100萬美金的話 還有他要投一支一些東西 什麼的 大概100多萬美金 他說妳可不可以先拿出來 妳先拿出來 對 不是… 那個男的說才100多萬 妳先拿出來這樣 我明天開始交往好不好 現在妳都會這樣子 妳出一半就好了 我是凱子她爹 然後她有這樣說不行啊 妳錢賬還沒有金啊 還有幾十萬美金 還有台幣幾百萬 還欠妳 對 還欠我 到現在還是欠我 結婚那個房子還要妳先拿出來 對… 叫我先出裝潢費30萬 然後頭期款30萬 一共60萬美金 然後拿100多萬出來是其他 還要跟朋友合作 有大理師的生意 還要投資別的東西 是因為這樣妳才對著夜景哭泣嗎 不是… 這完全不是 在對著夜景哭泣的時候是想 我怎麼那麼倒楣啊 大過年我們做主持人的一年 只有一次長假就是中國年的時候 大家也知道 妳還要去服務別人 對 我還要去服務別人 然後還要帶著我今年辛苦 所有的錢去跟他拚命 然後有時候最慘的是 什麼你們都在花 為什麼我沒有花 那我也要買啊 我也要花 回來更傷心 怎麼花更多 就想說為什麼我振錢 都是給別人花 我自己幹嘛不慌 後來你們之間的一個感情就 就因為這樣就結束了嗎 這個所謂的圖窮匕首見 我們兩個要結婚 是兩家人的事情 對啊 應該一起努力 然後辦這個婚禮 三四千萬的現金 還要女方先拿出來 是因為這樣然後才切掉 我說前面還… 錢賬還沒有清 你怎麼後面還要再拿這100多 你覺得我真的有這麼多錢嗎 你當我是乾坑 還是什麼掏股警 真的忙忙忙忙大 太過分了 所以是因為這個事情 而且結婚以後他還叫我 演藝圈不要做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很會做事的人 不貪污 不尋思 不舞弊 這是我的個性 所以大家才會用我 他就說那你回去幫我做事 我說我幫你做什麼啊 你自己都搞不靈性 不是 因為以羅梅這種 你想想看嘛 以他這樣的條件對不對 我們算 我們就算一次10萬好了 加一加也對不對 100多次 加一加一加什麼 你覺得他主持一次 沒問題 對… 我每天晚上都跟他主持節目嘛 主持到天光嘛 跟你講話我有窒息的感覺 因為我們很難得遇到 比我們敢講你知道嗎 所以你根本到最後是人才兩師嘛 是真的 其實也有快樂 撇開錢才不講的話 有的時候快樂 可能花一點錢才能夠得到快樂 這是我覺得是OK的 就譬如說 你常常需要有人在旁邊的話 但是別人生活都不如你好的時候 所以很多時間出去的話你會請客 他是這樣就是你 那羅姐 你每次都遇到這樣子的男人嗎 我說他愛你 沒有…每一次啦 沒有啦 第一 像我第一個男朋友 他是很有錢 我跟他分開 是他爸爸媽媽不喜歡我 我也沒有花到他一毛錢 當然他吃我的 吃我的用我的 有在我們家吃的 對啊 那還不是人才 沒關係 那是我爸媽陪的 不是我陪的 所以你看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他變成感情上面 妳未來不打算結婚了嗎 其實我覺得很多事情 都不要講得太… 太滿 太滿 對我來講 談戀愛現在享受的是過程 結果對我來講並不重要 對 人家有一句 有一個手錶的廣告嘛 只在乎 曾經擁有 不在乎 天長地久 對嘛 應該是 有沒有看到 我講上臉 他對得了下臉 代表我們的默契可以解決 對我來講 我交男朋友可能對社會大眾 也有環保作用 是什麼 他本手我都繞繞走 對不對 真的 不是 舉手做環保 青山綠水用得保 今天跟他聊這個 我們才真正看到他內心世界 而且我覺得他 脆弱的女孩子 對 他都把開心的講給別人聽 對 不開心他就帶過這樣 改天我們也聊妳的好不好 我知道妳這個比他淒慘 大概一百多倍 沒有 怎麼沒有這麼淒慘 今天我們找羅美來 他有很大的功能就是 他一來我們就有收視率 這是沒話講的 二者是什麼你知道嗎 我們從他的身上 我們看到很多的借鏡 對不對 三人形必有我師嘛 好的東西我們可以學習 像我們接著下來要聊的 不好的部分 我們也可以反省 比如像菜頭哥 他本身這一生走來真的是讓我們 也是人生的一面大的借鏡 妳 我在想 我是不是整個大腿的長度 就敵妳整條腿 妳還在聊腿的事 在羅妹妹的心目當中 菜頭老師是怎麼樣一個人 簡而言之 其實他是一個很蘿莉巴塑 很古墨的人 但是他有 他有自己的思想 他有自己很崇高的一個理想 一直要去實現他 但是問題他想實現的東西 並不是我們一般人 所能夠體會到的東西 所以他也比較艱難比較困苦一點 而且在他的感情世界裡面 他所喜歡的東西 跟我們一般人想想像 所想像的比較不一樣 他可能在精神上面比較重要 身體跟肉體上面對他來講 我了解 因為蔡老師私底下有跟我提過這個問題 身體的重要器官 只剩下排尿功能 對 其實我跟你講 出入器功能大家看過吧 是… 生命他自己會找到出入 對不對 就是這樣一個 找出方法 我也是一個很有想法 很有思想 就是羅美講的 但是呢 他很古墨 很麻煩 跟他交朋友不太容易 是… 但是 而且一定要有他的緣分 他一旦認定你是他的朋友 就一輩子就是朋友 對 因為… 就算你殺了人 他也說沒有 他沒有 因為我上身星座跟妳一樣 也是處女 所以說我對性也有潔癖 對… 內褲要看 所以最重要就是說 做愛還可以講講錢話 對 要抱有抱的感覺 所以某哥妳就沒有聽過 我們前輩講過一句話 就是所謂的甜言蜜語 勝過 不是啊 能播的再播 能播的也就是聊天的歸聊天 憲哥 你小孩在看 好人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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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舞蹈教堂 很多 舞蹈是很多誠實的 你像你們國標舞 就比較沒有勝利 好… 等一下 是真的 老師 一句話我一定要問你 蔡佛老師 你有沒有大過劉真 什麼 進一包內容廣告後 馬上回來 因為我上身星座跟妳一樣 也是處女 所以說我對性也有潔癖 包括 內褲要燙 對啊 你夾內褲不燙的嗎 所以說我們這種人 像羅美講的感情事情 真的 不適合結婚 像我結婚 為什麼離婚你知道嗎 我從結婚到離婚 從來沒有跟老婆說 做完愛能夠睡在一起 一定要做完愛 我就離開那個房間 妳睡那裡 我另外睡一個房間 真的很奇怪 沒有辦法 我就沒有辦法跟人家睡在一起 你這個太沒有靈肉合一了 你身體在一起 你的精神也要在一起 精神有啊 精神給他 但是他女人最重要就是說 做完愛還可以講講情話 對 要抱擁抱的感情 蔡佛哥 你就沒有聽過我們前輩講過一句話 就是所謂的甜言蜜語 勝過狂呼猛 不是啊 能播的再播 能播的就是聊天的歸聊天 憲哥 你小孩在看 對 他爸是好人喔 趕快嘛 趕快去美國念書 所以 台灣這個地方 就跟布袋戲在演的一樣 此地不宜久留 你繼續 後來…你說 Luma怎麼可能沒有辦法結婚 是啦 像我就好 我跟我老婆最後一次離婚是怎麼樣 最後一次 最後一次 最後一次吵架離婚 好 我剛好 我以前當舞蹈老師 也是台灣 她是國標舞的舞后是吧 我是台灣舞蹈界的教父 對…我一直忘記 Godfather 我跟你講 你說我的身材可以當舞蹈老師 我年輕的時候你忘記了 長得很修長 你忘記了 瘦 對 瘦看起來就 瘦就算了 還長 不像現在那麼 身體那麼多長對不對 跳舞還會被自己扮到 我跟你講 我們雖然好朋友 這句我是印不出來了 但是我跟你講 我的舞蹈受誰的影響 以前看Tom Jones 對不對 英國那個Tom Jones 看電視小時候看那個 這個人跳舞怎麼那麼好 所以說 當年的獅奶殺手 但是真的不容易 我覺得 大家會覺得說 以菜頭老師的一個 基本的體態來講 因為國標舞不可能看到這種 小叮噹在跳 對 但是他卻可以突破這個 到最後變成一個什麼呢 舞蹈界的教父 有多少人 對不對 是在他熏陶底下 如果光說不練 那叫假把戲 好不好 光練不說 那叫笨把戲 叫把戲 是… 我們是不是來一段音樂 老師跳一下 我知道他在這個 他真的 不是跳舞 等一下… 他跳舞完全變了 等一下… 這跳舞要好幾早 因為這個節目 今天發的通告真的很精彩 是… 因為劉甄國標舞 東區POP的舞王 是 我是舞蹈教父 是 很多 舞蹈是很多層次的 比如像你們國標舞 就比較沒有生命 是真的 不是啊 我們很有生命 也沒有生命 你覺得他們跳舞 是兩具殭屍在對面嗎 不是 像我們的舞蹈是學院派的 學院派 蔡老師一直說他是學院派 而且他一直說他跳舞很有靈氣 對 很有靈氣 真的嗎 他們國標舞跳起來很降氣 有沒有 老師 一句話我一定要問你 蔡頭老師 你有沒有尬過劉甄 什麼 什麼 就跳舞啊 有啊 有啊 我跟他在乾隆來的尬過 是嗎 是嗎 這是我們兩個上的 兩位可以在我們節目 再尬一次嗎 可以啊 但是今天尬的不要尬國標舞 我們尬一個有生命 比較沒有降氣 靈氣一點的舞蹈 叫做 現代舞 對 我倒想跟劉甄 除了跳國標舞 跳別的舞是什麼樣子 對啊 現代舞是什麼 等一下羅妹妹妳也上來跳 我是群魔亂舞啊 不是 現代舞是什麼 你看一個人跳現代舞 就知道他有沒有內涵 隨便跳 你音樂一放 你應該怎麼 天馬行空怎麼表現 你就可以從他的肢體眼 還有他的肌肉 就可以看出這個人有沒有內涵 不然你注意看 對啊 你的搭檔等一下看起來 跳起來 真的是很美麗的喜憨兒 我是喜憨兒 OK 今天不如就這樣好不好 就這樣子 如果說只有他們三個跳 那我一個人坐在那邊 我也有增加 那我跟Agera什麼兩樣 沒有 沒有 憲哥 我跟你講 因為你時候有做生意主持 幹什麼做人都是A家 對 是… 最弱的就是舞蹈 你根本不會 西田 西田 你根本就是怎樣 好 最靈活的 不是 她是最漂亮的喜憨兒 她是最會講話的智障 然後今天就拚了 我告訴你 好不好 題目還由我來出 可以 好不好 好 現代舞之 叫什麼名字 現代舞之 青蛇 青蛇 沒問題 不是 出青蛇對我們有利嘛 你有看過蛇長得像豬的嗎 蛇… 老師那個青蛇 音樂都可以隨便 而且是現代舞 那個 各位…題目還沒出完 現代舞之 青蛇 要我 音樂 歡迎 彩頭老師 青蛇 我怎麼看你跳每一個都是天蛇壺 沒有 天蛇壺 我說蛇在那裡搞來搞去 蛇的那個蛇行 那蛇 蛇 蛇的那個行 心體 你不要喊看 看就斷掉 再重新 不好意思 重新一次 蛇 蛇 這是…哪來的蚯蚓啊 對… 蛇 下去 要鼓動 我只能坐著因為身體有變化 哥 喂 對啊 青蛇 蛇是爬蟲耶 而且好棒喔 有沒有看到 你看 太有聲音了 你大型啊 你這隻有電到就好了 這是…哪來的蚯蚓啊 這是什麼啊 海套 第二個 劉甄請出場 劉甄請出場 我沒有聽 但是這個我在姿勢 青蛇都站著嗎 青蛇是爬行 關你什麼事 爬下去 要鼓動 我只能坐著因為身體有變化 羅妹妹請出動 好棒喔 對啊 青蛇 蛇是爬蟲耶 而且好棒喔 有沒有看到 你看 太有聲音了 這頭一低下多像真指啊 太棒了 鼓動一下… 羅妹 鼓動就贏了 就演喜愛兒了 我不騙你 我怕 那我也要在地毯上乳動 不行 好棒喔 還有…掌聲再鼓勵一下 羅妹妹 前面都是蛇的小螺螺 一起歡迎真正的小青出場 好棒喔 好棒喔 對 你打拳嗎 好棒喔 你先學好抬 掌聲給他們鼓勵一下好不好 來… 今天真的很開心對不對 而且是跟老朋友聊天 你看 完全沒有壓力的狀態 還讓觀眾朋友看到 我們才跳兩下就會喘的狀態 各位 你怎麼樣 你看了 知道大家有沒有那種 所以我今天請你們兩位來 還有一個特別的原因 很多人 製作單位最怕的兩個人 就坐在現場 真的啊 號稱是最難搞的藝人 其實為什麼你知道 我跟他要求相當網民 而且怎樣 個性強 再來我在演藝圈30年 其實10年在教舞蹈 10年在經營紅頂藝人 另外這10年在這個演藝界裡面 剛好是優異症 30年 所以這30年就是這樣子過 我們當然就是 也滿想要了解一下 因為剛剛這個你不提 我們都要不好意思 我們要聊一下 這個大家都知道 蔡頭哥 走出了這個憂鬱的陰霾 這一點 比對社會上做了什麼樣公益 都來得重要 你是一個憂鬱的代言人 其實我比姨如妹妹還嚴重 我是三合一 憂鬱症 焦慮症 還有一個叫做最恐怖的恐慌症 一天 宜大哥現在就是恐慌症 你看我三合一 那時候想自殺幹什麼 還好有一個貴人出現 他的名字叫吳宗憲 對 當場給他500萬 他心情就好了 羅妹妹就知道 大概圈內的人都知道 我那時候在台中 九二一很不好 宏鼎運營經營虧了 剛經營宏鼎運營的時候 三四年的時候賺了一億多 後面就開始飄… 一億 兩億 兩億多都下去了 那時候 吳老闆 我們老闆就打電話給我 回來吧 怎麼樣 我現在買了兩台 買了一台電視台在做有沒有 對… 那時候還有什麼 妳記得嗎 叫什麼台來著的 還不是為了大家 E.T.J.Ki 對… 對 你跟陳文憲 還主持一個節目在那裡面 收視率是全台最高的 0.0幾嘛 對不對 是美女 這不能換我 這是你跟陳文憲 兩個人 還跟陳文憲 是他的一個舞台 吳宗憲跟陳文憲 主持是0.0 沒有…你聽我說 但是那一段時間 是我學習到最多的時候 對… 因為我對政治是真的沒有興趣 對 別人就是說在節目裡面 我比較不能參與 但是我從陳文憲小姐身上 得到很多東西 我覺得那個不是金錢買得到的 他簡直是一個知識寶庫 花也挖不完的 他應該算是我少數的偶像當中的一個 所以說那時候他那個 忠憲…憲哥買那個頻道的時候 就打電話給我 回來吧… 宏憲憲怎麼樣 馬上直接會500萬給我 到現在 我還沒有 已經快五年了 但是這個老闆也真是媽媽 就這樣子好了 不是… 我希望在這個節目呼籲一下這個老闆 你總要安排我工作吧 把500萬扣掉 不是啦 這很多事不能勉強的 我們本來這個節目 主生是我跟妳 不肯 對 那製作單位不肯我也沒辦法 我常常知道 沒有 沒有… 要跟妳說 材料性 以前我剛得優異症的時候 走了相當多的冤枉路 是… 什麼風水 看風水不好 不然你加了什麼 新廚牌的材料不對什麼 有時候還有仰師公你知道嗎 因為好像卡到陰 不要不信 好像卡到陰 所以這個冤枉路千萬不要走 我那時候有時候被那種 那種法師叫到他們廟裡去 脫光衣服在那邊編死 打屁股 怎麼會這樣子 妳那是A片看太多 不是… 他不是把妳裡面的卡音打掉 一個禮拜去打一次打著 都會痛 會痛 會痛 她怎麼會走 我以為 我以為 會不會痛死 死死了 還要百多萬 我還以為只有新加坡才有鞭刑 我還以為只有新加坡才有鞭刑 打電話來 蔡先生有沒有好一點 我沒什麼 來 過來我刮刮刮刮 會… 有膽子 妳聽嗎 有膽子 她跟我說不會 現在都不會 這麼奇怪 會 我也想說沒有用嘛 後來才知道 原來優異正是要看 主要精神科 有的看什麼老生 都不是… 我有時候晚上睡覺 睡不著 吃安眠藥 文英阿姨跟她講了一句話 等於是給她一個指引的明燈 她跟她說了一句話 就一句話 有用的一句就夠了 文英阿姨跟她聊了一個電話 所以打一個電話 蔡頭聽說妳得憂鬱症是嗎 後來她跟她講 我是文英阿姨 我比妳還嚴重 但是我在這裡給憂鬱症的朋友 因為這個是一個真的是 普遍到不能再普遍的一個文明病 我們送給她兩行的字 叫做是當下即是 當下即是 你說兩行一樣不一樣 當下即是 釋放的事 放棄掉的事 當下即是 是不是的事 你現在就放下它 它現在就是了 所以我們希望 其實也很簡單 四個字活在當下 活在當下一樣解釋 我在當節目曾經講過 放下是真功夫 放下真功夫 看破是真學問 真學問 你看看 一輩子受用無求 真的 今天真的很開心對不對 這個 我們的新節目 然後能夠邀請到兩位老朋友 這樣聊天 我覺得整個心情都開氣妳聽 對… 再次要謝謝我們劉貞小姐 我們第一次的合作 還滿開心 很棒喔 所以我們在這裡一起感謝我們所有觀眾朋友 每一場好的演出 最成功的不是表演者 而是觀眾 沒有你們的掌聲 我們就是報現的 好不好 所以再次謝謝我們大家 咱們這個明天的同一時間 繼續回到我們的 愛上九點拜 來…羅美抱一下… 你好 神奇 因為我其實對這個男人 已經很苦 寬得起床 我也跟她講說 妳今天跟她帶這個 也沒有關係 但是妳不能跟她貪戀愛 妳所謂貪戀愛就是說上床 不是上床 妳能接受 我可以接受 我有麻糬 妳可以接受她跟別人上床 就好了 我今天不用省了那麼多麻煩 對 常常被抓貓 我是覺得 我們現場把桌子吃下去嗎 可以…